大家好,又是我未來 今期是想跟大家玩的 看到我放了這一隻 大家以為我會介紹它,其實不是 而是11月份新出的 這隻阿布索羅星人 裡面的小金牛 它的素體其實就是 跟之前這一隻 為什麼我會放這隻? 就是想拿來做對比的 這隻阿布索羅星人 塔羅塔羅斯的 素體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來看看 這隻小金牛 這隻小金牛給我的感覺 就是 希望越大 就失望越大 那盒子 漂亮是漂亮的 但是同時也是差的 為什麼呢? 差並不是說它的盒是差 而是它的素體差 好,我們來看看 首先,拍入眼簾 先把所有配件都拿出來 配件方面就是 首型戰士 245 加一個 阿布索羅星人 即是塔羅塔羅斯的 那個手型 為什麼我會說它差呢? 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些 了 一塊甲是要自己換的 那我就不打算換了 我給大家知道是什麼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是主體 來看看手型 手型方面 你想得出的手型 都有配給你的 應該最特別的是 配了塔羅塔羅斯的手型 但有沒有人真的會用呢? 又是一回事的 那你問我其實它做得好不好呢? 這個本體是沒有問題的 這隻手型 大家看看 那就是手指 我們來直接看主體 主體方面 這隻是小金牛 那為什麼叫小金牛呢? 因為它有牛角 素體是跟塔羅塔羅斯一樣 但是它的黃色是跟塔羅塔羅斯 是有少區別的 這隻是深黃 這隻是淺黃 我們來看看主體 它的防移色 就是在深口上面 這裏 頭的那裏 左右0 沒有問題 手的那裏 這隻的素體 其實沒有太大高可動可言 只能夠說是 有交足功課 算是有交足功課 那我看到這些位置 可以看得出現在萬代的東西真的差了 這隻鞋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設計 整天好像一對小丑鞋 這裏要撬起它 那我關了一盞燈 那我關了一盞燈 關了一盞燈 就好像不會反光 因為我開了一盞台燈來錄給大家看這個視頻 那一盞燈 它就會有反光這個現象 突然間閃閃 白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隻眼就不是一盞眼 那有點可惜 手的那盒平鞋也沒有問題 腳的那盒 大概就是這樣 手型 那我就不打算換給大家看 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純粹以說它的本體為主 那盒就是直接這樣換的 就是手甲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它設計得最差是手甲 其他都沒有太大問題 就是這隻眼 那些顏色就 色差 現在我關了一盞燈 應該對比就很明顯了 那這個素體是 看得出是跟塔羅塔羅斯是一樣的 甚至胸口這個位都是一樣的 給大家看看 除了是有一點點花紋不同之外 其他都是一致 大概就是這樣 那 那這兩塊軟膠刀 那個影響可動不算太誇張 大概就是這樣 那隻腳下面有接地性 那腳的可動 這裏是可以轉的 那整支我都沒有太大 但是中獎 都算是 尤其是樣子沒什麼點花 最忌忌就是花 那整支用了金黑配色加紅色 紅色這些是 先背了一個位置 即是刁了那個紋 然後再塗上去 那都沒有什麼儀式出界 都算不錯了 那好了,今期視頻到這裡了 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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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